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2月18日 今天是星期五 我們繼續跟大家說香港的情況 香港這幾天 這段時間也是 最令人關注的 也是疫情的情況 尤其是這幾天 大家都把注意力轉移了 關注這個 醫療系統 因為 竟然看到有一大堆 自我測試 確診的人士 等著要入院 等著要入院 比中招更慘 病 不致命 現在 最致命的 就是等著入院 因為 你要在醫院外面 空曠的地方 頓風飲露 真的嚴重了 病人現在 已經是有病了 你還要去 他在 空曠的地方 風涼水冷的地方 在雨夜之中 失宿 結果 淪後醫院 比 更慘的就是大病 香港現在的武漢肺炎疫情 已經突破了每天 就是有6000宗 單日確診 已經到了這個數字了 你預計 大規模再爆發 是肯定會發生的 你繼續用這樣的方法 去處理醫療 怎麼會不會有事呢 其實 你現在的情況 很多根本沒有重症的人 根本就不應該 失敗我醫院 你一開始不做好應變 今天也有 朋友跟我說 香港有那麼多大白象工程 有甚麼可能 香港人 要去淪候 入院 比你嚴重重症更慘 嚴重重症 這個 真是令人懷疑 香港港共政府 刻意製造的悲劇 為了現在的新劇本要進行 你明明有大量的設施 可以用的嘛 你那些甚麼戲曲中心 高鐵站 郵輪碼頭 西九甚麼文化娛樂區 你全部不拿去用 現在跟你說 很多人確診要入醫院 公公婆婆很慘 推他們去吃西北風 那些真的是人命來的 讓他們死 為了要推 香港火神山醫院 為了推個火神山醫院 可以多沒人性呢 真的讓大家 想一下 回答這條問題 我們繼續說下去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繼續撐著本台 請大家繼續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我們現在兩個頻道都嘗試廣播 大家 總之無論 看了哪邊 看了另一邊 也做好支持六部曲 還有訂閱我們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請大家繼續運用 免費模式支持本台 經濟許可的朋友 請你繼續訂閱我們Patreon 其他朋友 請你 繼續幫我們欣賞廣告 繼續用無限按鈕大法 幫我們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真的要做 很重要的 打開節目清單 那就要欣賞我們的節目 一直播放 那麼 就是有人 要想滅聲 所以大家請加倍加油 告訴他們我們站得越硬 這個是很重要 有時候我們覺得 香港人 太善良 有時候你說香港壞人是不是多 壞人是有 好人也多 但是好人通常 又被壞人利用 經常利用你的善心 所以你說如果不是一個好一點的制度 制度沒有十傳十美 這個世界不存在十傳十美的制度 但是制度有改善 你最低限度 社會公平一點 不要那麼多惡人 不要那麼多人需要利用 別人的善心出來 就是要來詐騙 說回 現在的情況 非常之離譜 現在 估計有過萬確診的人就未能夠立即入院 說真的 根本沒有嚴重重症 就不應該入院 這個就是變了 美國和英國的情況 或者整個歐洲都是這樣 因為 真的很多 近乎是沒有症狀 或者症狀非常之輕微 就算 是一個感冒的重症 大家都知道 可能會發燒 但是 如果全部相風感冒 那個症狀 先說症狀 先不說其他東西 症狀 你就要去入院 其實你想想 只是一個流感來到 其實醫院也會爆闖 更何況你現在的確診 很多時候 他們自己不做檢測 根本都不知道自己 就是病 甚至乎 他們確診了 覺得不舒服 也不夠我們 真的傷風感冒的時候 我們早幾天 也有病 也爆發生化危機了 就是這間屋 然後 我們做了快速測試 發現 不是COVID 但是我們也不見得很輕鬆 始終是病 有咳 有流鼻水 真的要餓病在床 但是 一般這樣的症狀 你真的在家 休息一下 其實就會沒事 如果 如果那個確診者 甚至乎的症狀 比起我們剛才上述描述的情況 還要更加輕微的時候 而他們有 大規模擁許 醫院要求去 輪候 進去接受隔離的話 那你就會導致 那個公營系統崩潰 其實道理很簡單而已 一早就告訴你 這是不可能的啦 但是他們就要把這種說話 硬 演繹成為 跟病毒共存 這件事 就是變喪屍了 有湯文亮 說林鄭和李家超 都是喪屍 你就是喪屍了 你是喪心病狂的藍絲 人家的政策 不是什麼 特別的東西來的 破天荒的東西 破天荊的東西 逼於無奈 幾萬人確診每天 幾十萬人確診 你叫他們去公立醫院 那個公立醫院系統就會崩潰 結果人家很簡單而已 你有嚴重症狀 就去醫院 他們會讓你進去的 因為要搶救你 你現在香港的做法 就是你 塞了一大堆人 要入醫院 令到 需要接受急救的人 可能有重症的人 不能夠獲醫 昨天跟大家說 為甚麼醫護要哭 為甚麼會崩潰 就是因為 你現在製造了一個畫面 出來 令到香港很恐慌 令到人們湧去醫院 導致 本來不應該失救的人 失救 導致 沒有需要入院的人全部湧去醫院 其實人們覺得很恐慌 你恐慌 那個原因 就是為了要走你的劇本 你的劇本 就是 要得到中央的幫助 那些垃圾高官上去 鬆無鬆逆 下來了 中央來幫忙啦 快點多謝他 他們的agenda就是要建火神山醫院 所以剛才那條問題 你說為了要建火神山醫院 即是可以紀武人性 答案是 紀武人性也能做到的 他們在2019年殺人 是不是 你何時忽然之間跟他和好了 是不是 你忘記了這些事 還是當沒有事發生過呢 當沒有事發生過的人 你不可能不是一個藍絲 藍絲一定會這樣說 也沒有發生過 這是假新聞來的 831沒事 721也沒事 陳彥霖是自殺的 周梓樂是自己跨欄跳下去 梁凌杰也是自己跳下去的 全部浮屍都是假新聞 政府那班人是同一班人來的 是做得出這些行為的人來的 你說他 現在 搞政治那麼開心 什麼都找中央 人家說要建火神山醫院 現在的agenda就是要建火神山醫院 醫院不夠了 不夠位了 是時候要建火神山 郵輪碼頭不會拿給你用的 要不然怎麼建火神山 戲曲中心呀 高鐵站呀 你把人推進去 起碼不用吃西北風 他們不會理會的 畫面不夠漂亮 畫面對他們來說最漂亮的 就是你這班人在吃西北風 很慘呀 快點起火神山醫院啦 快點疫苗護照啦 知如此類嘛 你縱容他 在這裡按照他自己的政治劇本進行 然後你還要幫他美其名 說他現在正在抗疫 怎麼會不慘呀 畫面怎麼會不慘呀 現在他是故意造成的 故意 安排一些地方給你吃西北風 全部人 就要進去 要隔離 不禁要問一個問題 香港也是Omicron的疫情 英美 澳紐 全世界 都是Omicron的疫情 為甚麼你的Omicron的疫情 會搞到 需要把那些人 在戶外吃西北風 你這樣想不死也挺難呀 你不是重症也變成重症 怎麼會不死呢 還有 那些懷胎10月的人 又去不了醫院 接著一加確診 可能 真的不算 很嚴重 其實真的可能應該留在家裡休息 你就叫他們去醫院 排隊 吹吃西北風 怎麼會不死呢 所以我真的不明白 你叫那些 香港支持政府的人解釋一下 我真的不明白 這裏呢 就沒事的喔 這裏的確診數字是高過你很多 這裏又見不到醫療系統崩潰 見不到街上有人排隊就等入院 見不到有人需要吃西北風 每個寧願在家裡 是吧 約翰遜也開了Party 是吧 明知道 有很多人 不需要入院 但是為了 政治的Gender 為了要製造那種恐慌 為了要製造那個畫面 為了一個火神山醫院中央來幫忙的劇本 不惜 犧牲那些 不需要犧牲的人 你本來只是被人去吹一下西北風 都已經很過份 不用死也會死 你使得原本 應該可以獲救的人 誤會死吧 上層指導就明白了 這幾個 不用救了 先救裡面的先吧 這些故事我們以前聽得多 說以前中國大陸 中國共產黨 那些惡行 你現在 當他神錦拜 叫他下來 現在就是做了 也不用說得遠 不要說到文革那麼遠 不要說到 大躍進 全民大連閣 不用說那麼遠 你只是看一個西安 一個武漢 你看那些內地城市 只是一個武漢 武漢 他說要防疫的時候 當疫情爆發 所有人 幾乎被 中共強生殺死 今天 這件事就在香港發生了 不過發生的地方 就是這個醫院的門口 醫院的門口 為了要造成這個畫面 真的甚麼都做得出 你有那麼多政府設施 你不開放 叫他們露天 吃西北風在等候 十幾個月的藍鷹 要等十個小時 也不能進去 老人家更加不用說 基本上 不是因為疫情死亡 其實是因為凍死的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說到這裡